另外呢在今天凌晨国际组联官网正式宣布将引入门线技术辅助裁判裁决 这项技术呢将在今年底的试据杯上首次使用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大赛上由于门线争议引起的冤假错案的几率将有可能大大降低 这次引入的门线技术包含两项电子技术 分别是基于磁场感应技术的门线裁判系统和其他体育项目中已经十分常见的鹰眼系统 国际组联决定将在年底进行的东京试据杯上开始使用这个技术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明年的联合汇杯以及2014年的世界杯上这个技术系统都将被使用 近几年由于门线悬案引起的争议屡见不鲜 2010年世界杯英格兰与德国的焦点大战争 兰帕德的进球谈定后完全越过门线却背叛无效 刚刚结束的欧洲杯小组赛上 乌克兰球员韦德奇过了门线的射门同样被冤枉的抹杀掉 而门线技术系统的引路将帮助裁判更准确地裁决比赛 其实为了解决门线问题 国际组联和欧组联已经做了许多努力 在刚刚结束的欧洲杯上增加了两名门线裁判的五人裁判组 已经全面实行 在未来的足球赛场上 门线悬案发生的几率将有可能大大降低